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我听起来 肯定挺好的 听到挺好的 故事提掉 除了挺好的 还要细节的感受 没有啊 因为我拍戏的时候 其实除了拍戏 戏里面我和颜惜的戏比较多 其他我和石邱和周炎都没什么戏 拍戏四人 其实没有太多的角落 其实你俩也不会 可能不交流 柳妍你为什么不交流 其实我没有交流的 就是隔着休息使用音乐交流 就是他很爱放歌 然后有一次他就隔着那个帘子说 柳妍你知道我在放什么歌吗 我一听他荡我的歌在荡 所以我就觉得很难 其实是我触手在荡下来 是没错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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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有请三个女神 其实很开心 因为她在拍戏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她身上很多幽默的感觉 你会感觉到她表现出来 然后看着她演戏 你会觉得很好玩很好笑 我叫不惊花 非常特别的羞索 陈彦昕 请问一下 你在这部影片里面幸福吗 当然非常的幸福 因为可以跟一起来的偶像 红飞和李彦和阿哥一起演戏 其实在拍这部戏之前 我就很喜欢文章的演员 就是我认证是我第一部 全部看完的影片 所以就很开心可以跟她合作 而且这次演戏只有演她们的上司 可以命令她们起菜门开始 所以野蛮女神是由此而来的对不对 文章一个野蛮到什么程度 他其实给我们一开始的印象都是 那个那些连满 就是每个人心目当中的沈家 对对对对 但是到现场她还真的挺让我失望 你失望请你失望 还真的挺有沈家仪 还真挺有沈家仪 因为她 我一直其实在现场拍戏 尤其要演一些她比较 对我搞的 对我比较粗粗暴的气 而且我一直在关心她的性别 嗯 我觉得 所以实际上陈耶稀生活当中是一个纯爷们 对不对 呃 미 是什么 我的! 纯爷们就是文章啊 有年纪大哥啊 主持人都有纯爷们 这部戏其实 戏里面的样子和我们一样 更像湿 特钟 这部戏真的非常好看 有叶鸡大哥有文章有诗诗有留言一定要看 我一定会出 没看见 3 2 1 谢谢 希望大家各位28号可以同一面月 一同来观看土耳神态 也谢谢今天所有台上的中午 谢谢你们 希望我们取过一个好的票房